第四個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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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記得在去年我們替各位介紹過 SUZUKI的VITARA 這台車子在台灣攪出了相當不錯的成績單 那麼在今年2017年我們試駕了 全新的SUZUKI第一款新車 它是全新的BALENO 那麼這台車子即將在三月中正式發表 它的售價我們還不曉得 不過這台車子呢 它有非常多令人驚豔的地方 我們接下來就一一替各位介紹 首先在外型部分我們看到車頭方面 BALENO它的整個設計感是非常的俐落的 包含它的水箱護罩面積非常的小 但是它在下部分它有搭配一個鍍鉻式條 而且這個速度克四條一路連接到了頭燈裡面 它創造出一個整個非意識的造型 那麼在兩側的頭燈組它搭配的是 包含有LED的日行燈 它的主燈是HID的主燈加上還有魚眼 在車頭最下方的地方它有一個向前突出的一個造型 有點像空力套件一個搭配 不過這條線條呢會一路橫跨到車側 然後一直到車尾 算是在這個級距來說 比較少見有這麼細心的一個搭配 接下來我們看到車側部分 BALENO它的整個車身長度其實並不到4米 那它的級距其實是介於SWIFT跟SX4 Crossover之間 它是開創一個全新的級距 那我們曉得SUZUKI它在做小車其實是非常厲害的 那這樣的一個級距其實是為了有一個更好的裝載空間 至於在細節的配備方面 它在後照鏡的前端有搭配一個方向燈的指示 那麼它在輪圈搭配是16吋的鋁圈 配胎是185 55 16 同時在輪圈裡面我們可以看到 它有搭配四輪碟煞的一個系統 這在這個級距來講也是比較少見的搭配 同時它也具備了SmartKey的一個裝置 你要實在在身上 你就可以直接做上下車的動作 最後我們看到車尾部分 其實它在設計上也運用非常多的巧思 那原廠稱之為這是雙層式的一個尾翼造型 在上面有一組尾翼它搭配了第三剎車燈 那麼在這邊鍍鉻的飾條呢 它也算是一組尾翼 而且它這樣的一個搭配 可以有效的讓整個車尾造型更加的拉提 有一種翹臀的感覺 那我們在左右兩邊的尾燈組 它搭配有LED的煞車燈 不過在方向燈還有倒車燈都是傳統的魯素燈泡 那靠近下圓的地方我們發現 它整個後保感面積非常的大 而且還有搭配倒車的雷達 接下來我們看到行李箱的空間表現方面 首先我們可以透過電磁閥開啟後尾門 那麼在打開之後 其實它在一般的狀況之下 它的置物空間表現大約是355公升的空間容積 不過我們發現有一點就是它的整個開口面積是比較偏高的 那這算是一個小小的缺點 就是你當你要置物品的時候 你可能要拿高一點才能放進去 不過在裡面它的整個深度表現是相當不錯的 而且它有具備六四分離的椅背傾倒功能 所以我想裝載一些大型的物品或是行李都是沒有問題的 接下來我們看到內裝部分 它整個中控台的造型設計是非常流暢的 不過在這樣的一個入門級距定位的小車來講 它的硬質塑膠應用比例其實還是偏高的 那在中央它並沒有配備比較大尺寸的螢幕 它是只有一個基礎收音機的一個功能 不過在下方的地方我們可以看到一些按鍵 那它是一個單區的恆溫空調系統 儀表板是雙環式的設計 而且它是自發光的儀表板 然後看起來非常的漂亮 比較令人訝異的是它在中央這組4.2吋的彩色資訊幕 它可以顯示非常多的功能 包含一般的行車里程資訊 油耗資訊等等之外 包含你的油門開度或者是你的煞車的一個動作 它都可以記錄在裡面 甚至於你在開車的時候一些G值的表現 它都可以透過這個中央的資訊幕來做顯示 那我覺得這是一個非常令人驚豔的一個搭配 在這樣的一個集聚車型來講 方向盤是三幅式的一個設計 在周角用皮革作為包覆 而且它有加入一些鍍鉻式條 在上面我們可以看到許多的快撥鍵 包含左邊是音響系統 在右邊是定速系統 那麼在左下方它還有藍牙通訊的一個操縱按鍵 那麼在後方它也搭配了換檔撥片 那同時在一些便利機能方面 包含它有光感應的自動起閉頭燈 不過在雨刷它是傳統的手動撥桿 同時它也具備了KIDIS的引擎啟動按鍵 窗前座椅方面都是手動調整的功能 它們在椅面搭配的是一個織布的材質 那我覺得這樣的一個搭配 對我來講是可以接受的 那雖然它的整個包覆性表現來講 並沒有非常的強 不過在側邊它有做出一些蝴蝶翼來做支撐 所以當你在開車的過程當中 你還是可以很服貼在這張椅子上面 那另外有一個小缺點就是 我認為在前座的視野表現 就是前檔風玻璃 可能是因為車頂造型的一個設計 或者是車體流線的設計 所以它是比較傾斜一點點的 那這樣的一個設計其實是會稍微壓縮到 駕駛的視野表現 尤其是在上半端的地方 它會稍微有點壓縮 在主背頭安全部分 這台車子也有非常完整的搭配 包含了一般的循跡防滑 車身動態穩定系統 斜坡起步這些功能它都有附給你 那麼同時在被動安全部分 它有正向側向側邊氣連 一共有6G的搭配 同時在車身的主結構來講 新世代的底盤它運用了高強度的鋼材 同時還有很高的鋼杏 在重量上它也有效的減輕 接下來我們來看到後排的乘坐表現 前方是我正常的坐姿 我的身高是178公分 那麼目前我的西部空間 大概還有一個拳頭 再加上兩到三個指頭的距離 其實還是滿寬裕的 那麼同時在前座駕駛座的座椅下方 它還有一些空間 讓我的腳可以往前伸一點點 這些都是沒有問題的 那麼在頭部空間表現 就稍微差一些些 可能是因為車頂線條的設計 所以我的距離 車頂的距離大概只有一個手指左右的距離 稍微比較舉觸一些些 那我先講優點好了 就是它在整個地板的平整性來講 我認為是相當不錯的 所以你在上下車的動線來講 都沒有問題 那在椅墊的一個長度 或者是椅背的角度來講 其實都是偏短 而且比較偏垂直一點 但是我認為這樣一個極具的車型來講 它的軸距非常的短 它已經想盡辦法製造出大空間給你乘坐 所以我認為是可以接受的 那至於在缺點方面 我認為就是它在整個頭枕的部分 我已經把它拉到最高了 但是當我在乘坐的時候呢 它這樣還是會稍微卡到我的脖子 那其實在長途行駛的時候 並沒有那麼辦法做直挺挺 可能要稍微斜一點點 你就比較不會觸碰到你的脖子 會比較舒服一些 至於在細節配備來講 其實它並沒有搭配後座出風口 不過在這邊它有一個電源的插座 那麼同時它也具備了 ISOFIX的兒童安全座椅固定扣 如果你家裡有小朋友的話 你就可以利用這樣的一個設備 另外一點就是我認為它的一個小缺點 就是它在整個頂棚的一個收邊 其實還是有待遇加強的 那其實如果把這些小缺點改進的話 在車子它的質感來講 或者是組裝品質都是相當不錯的 好 打開引擎蓋之後 它沒有油壓頂桿 不過它有隔熱棉 我們看到這具引擎它的體積非常的小 因為它是一具直立的三氣缸的 汽油渦輪增壓引擎 而且它有具備缸內子噴的一個系統 那它的最大馬力有111匹 產生在5500轉 那它的最大扭力有16.3公斤米 從1500轉開始湧現 持續到4000轉 那麼搭配的變速箱是 6速的自排變速系統 那這兩者的搭配之下 從原廠所公布的平均油耗表現是18.2 好 我們現在試駕的是 Suzuki的Beleno 那這台車子它是小排氣量的 三缸渦輪增壓引擎 那有些人可能認為說 排氣量這麼小 那它開起來會不會很沒有力 那其實就我們實際體驗下來 它搭配的是6速的自排變速系統 我覺得開起來的感覺 甚至是比1.5升的自然進氣 或者是1.6升的自然進氣 還要有力 不管是你在加速啊 或者是當你遇到一些山路的狀況之下 它的引擎跟變速箱的搭配 都是非常協調的 那麼同時它還具備了換檔撥片 所以當你需要一些加速力道的時候 你可以很及時的透過換檔撥片 去做升降檔的動作 至於在轉向反應 Baleno它搭配的是電子輔助的方向盤 那其實輔助的力道我覺得算是適中 它不會太重或者是太輕 但是它在轉向的一個手感來講 是比較偏模糊一些些的 但我認為這樣的一個定位 在都會代步的一個小車 它這樣的一個設定其實也是滿合理的 至於在整個懸吊系統的感覺來講 我覺得它整個路感的表現是相當不錯的 包含在檢震筒的反應是比較清晰 比較硬朗一些些 那雖然它在遇到坑洞 處理的精緻度沒有做到非常的好 但是它也是非常迅速的去吸收這樣的一個震度 那整體來說這台車子 它是一台非常好上手的一個小車 那當然它也有很好的空間利用機能 不過要講缺點的話 依然是我們剛剛提到的 就是它在整個包含前檔的視野表現 其實還是有待於加強的 比較令我意外的是 這具三缸的渦輪增壓引擎 它的整個震動的抑制 是做到非常好的一個程度 再加上它當你轉速陽氣的時候 其實它還會有一些引擎聲浪的效果 那這些都是讓我非常訝異的一些反應 未來你到展示今天試駕這台車子的時候 我會建議你去注意幾個地方 第一個就是它的整個引擎的出力表現 還有它的引擎運轉的精緻度表現 再來就是它的整個底盤的扎實度 我覺得光是這兩點就是 讓我對這台車子另眼相看 相較於SWIFT 我覺得BARENO它整個空間的應用表現是更好的 同時它也有很完整的主被動安全系統搭配 它在動力上的搭配其實是相當充足的 而且它有一個全新的三缸渦輪增壓引擎 其實這樣的一台車子就可以應付你生活當中 90%以上的一些需求 透過這台車子它也非常好上手 那接下來就是看它的售價表現 如果它的售價開得漂亮的話 能見度自然就會高 我們今天的介紹就到這邊 我們下次再見 請安靜